我們來看看如果想在After Effects裡面 製作比較複雜的路徑動畫時 那可以呢 直接在比如說Photoshop裡面 或 Illustrator裡面 我們利用這個 鋼筆工具 或是矩形的工具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來把這個 路徑把它繪製完成 那繪製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做一個拷貝的動作 回到我們的After Effects 記得 一定要先點選到 這個Position 因為我們是要針對路徑 位移的部分做動畫 Position你選到之後 再把它做一個貼上的動作 這樣才能夠正確的把 我們的路徑把它貼上來 貼上來之後呢 您就會發現 原本在 Photoshop或以達成的路徑就進來了 那如果你有需要 移動的話 比如說我覺得整體的位置 沒有對好 路徑跑得比較偏上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整個路徑框圈起來 或者是直接點到Position這個屬性 也會把全部一起框起來之後 就可以把整個路徑的位置 一起做一個移動 好 好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邊時間軸放大一點 你會發現 我們的關鍵影格 第一格 第一格跟最後一格 是我們平常使用的 這個 零形的關鍵影格 中間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A1 自動產生的補件動畫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你要調整 動畫的長度 只要移動 第一格跟最後 或者是最後一格 那中間的補件動畫 就會自然加進來 也會自動跟著做調整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要做比較複雜的動畫 路徑的時候 其實用這種方式 就會比較方便 那當然如果你是在其他圖層裡面的 這個路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把它複製過來 那麼這邊補充一下就是如果 我們在做複製的時候呢 假設我們在A1的大小是像這樣子的大小 那麼你在 Photoshop或Elaser的大小呢 就必須要是一樣的 尺寸 這樣子我們路徑在複製的時候才會一模一樣 如果比如說可能我們在A1裡面 這邊有調整過比如說 毛頭鷹的大小啦 樹的大小 如果你要做動畫的物件大小 有跟他不一樣的時候呢 這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看是Photoshop那邊把它調整 成一樣的大小或A1這邊 調回一樣的大小 這樣才能夠一致 另外呢也有一個補充的方式就是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Complete 裡面 您可以看看你的時間軸 看你要哪一個 影格 我們可以 在Complete 裡面 將這個影格直接存成 PSD 而且含有 原本A1中的塗層 所以像我們在這邊的這個ForeShot檔案就是用這個方式產生出來的 它原本的塗層會保留住 那麼如果是 合成Completion 的部分呢 它也會用一個資料夾的方式把原本的塗層保留下來 在這個部分呢 對於我們在A1 裡面 把一些物件 轉移到外面的軟體裡面來說非常好用 分別裝作詞 在這裩內